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暖身的運動 不在運動的人 可以暖身運動好起來 現在大家知道 我當作的作為學習囉 好 站著的人 現在把手勢換成我們的椅子 然後坐的人 可以搭兩枝頭 讓我們先鎖 不要努力 現在把我們的腳先壓起來 然後往外翻 然後大了去 再撐下來 再一次壓 讓我們的髖關節再轉動 然後再放 再收下來 再一次壓 然後再轉 放 好 讓你們做看看 來 繼續做 對 就是這樣 真好 然後繼續做 我們小提醒一下 為什麼要做一個暖身 讓你繼續做 我說 暖身的目的就是 要讓你的肌肉 現在除了提高溫度增加彈性以外 你的髖關節 也是增加活動度 讓它分泌滑囊液 所以你會說 你在轉的時候 有發症 越長得越順 對嗎 所以這就是要經常做 暖身的重要 很好 好 換腳 試試看 換這肌腳 漂亮喔 記得 那是小鞍 就先不要做 先做你的筍 慢慢再轉就好 很好 就是這樣 師兄 OK嗎 OK 來 你現在做的夾腳 給我看看 來 壓 倒 棒 這麼好喔 記得喔 看活摘是很重要的喔 對 然後呢 我們的關節 如果可以了 我們就要經常做 好 如果你越好做 關節就會越來越順 越來越健康 OK喔 像我們今天的動作 我們可以一次 讓它做大概三分鐘 然後可以多久 換腳 OK喔 然後呢 哪些可以 每次都可以練習 這樣OK喔 再來喔 所以知道暖身的重要 暖身的重要 暖身的重要就是說 來 繼續做 暖身的重要就是說 可以去補給我們的關節 讓它有活動度 也讓它在做事情 比較不會受傷 OK喔 回來換你換一支 所以我們今天 把這個動作學起來 可以多多去做 看關節是很重要的喔 如果你要是 讓它有用起來 我們可以走很多 好囉 背刷 背樓腿都OK喔 大家很健康 感恩 大家囉 很好 就像這樣 我們如果做筍子以外 可以把腳 抬腳一點 然後可以打開 然後下來 記得喔 不要讓它會痛喔 會痛的感覺 角度就比較小喔 對 就像這樣 然後算了點換腳